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下午的時候我搞錯了一隻巨象兵 這隻巨象兵的話它的成長歷程是比較特別的 它不是一般正常管道升上去的巨象兵 它是透過騎兵替魂升上去的 那這隻的成本我算一下 我是買交易所那隻1650斤的95級的修羅象兵 所以1650 然後再加上騎兵替魂1000斤 2650 然後再加上那個巨象兵晉升令 因為下午的時候是沒有進標場的 所以我就只能夠拉交易所1200斤的 所以總成本的話差不多是3850斤 還不到4000斤 那它的數值是這樣子 就是攻擊率528 然後防禦率的話是592 OK我先給它抄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請我妹分享一下 就是它那四隻就是正常管道升上去的巨象兵 我想要比較一下它的那個差異 OK528、592我抄起來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我妹的這四隻 第一隻 第一隻 第一隻的話它等級比我高一級 那攻擊率的話是552 防禦率的話是588 攻擊率的話比我這隻的話還高24點 那防禦的話比我這隻低了4點 好的看一下第二隻好了 因為看一隻不準 好第二隻的話 攻擊率545也是比較高 那防禦率的話我的比較高 我的高它7點 所以目前的話有兩隻的這個攻擊率都輸了 那防禦率的話目前是我這邊略勝 看一下第三隻 第三隻的話就全贏了 它全贏不是我全贏 它攻擊的話雖然比前兩隻低了一些些 537 比我這隻高9點 但是它防禦率也贏我 比我這隻的話高了11點 我的是592嘛 它有603比我高11點 所以這隻算不錯啊 算是標準的橡兵 因為橡兵的話就是防禦率越高越好 就是要當坦克用的 OK看一下第四隻 第四隻的話攻擊率536 防禦率590 我防禦的話贏它兩點 那攻擊的話一樣輸啊 所以用騎兵T513上去的話 欸或許攻擊率可能會稍微低一些些 可能會稍微低一些些 好的 各位朋友其實可以考慮用看看 因為說真的其實差異也不太大 也不是很大 如果說相同種類的這個修羅兵啊 價格特別貴的時候 用騎兵T5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 其實我昨天本來是想要買那個 那個巨狼騎兵 好巨狼騎兵 價格談好了2800 然後素質也算蠻漂亮的 但是我想說我隊伍啊 已經有這個巨狼騎兵了 然後也有巨斧騎兵了 現在就是差沒有那個巨象兵 還有巨神功騎跟巨虎豹 所以就沒有買了 就想說就是 豐富一下隊伍的多樣性就沒有去買他了 那個位置已經有一個人在站在那邊了 所以就搞這個巨象了 那之後如果有摳摳的話 再搞巨神功騎 因為巨神功騎的話 它這個價格不會特別貴 大概1600到2000幾應該就有了 那巨虎豹的話可能有些難度 可能就是看看之後有沒有運氣 再打到一些寶物了 那有寶的話再把它賣掉 再搞這個巨虎豹騎 好了 這隻熨龍幾項打完 我就要先休息一下一下 打好久 哎呀 可惡我已經打了好幾隻 好久沒有掉這個獨龍戒指 這個獨龍戒指說真的還蠻好賺的 我昨天 有擺一些上那個競標場 一個的話擺20斤 然後全部全部都賣掉了 我擺了15個 然後全部都賣掉了 扣掉順的話270斤 還算不錯 所以各位朋友你們沒事的話 其實也可以來這邊打 這個獨龍戒指其實掉的距離不是特別低 算是個蠻穩定的收入來源 好啦 祝你們遊戲愉快 掰掰